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会战8月份第1期 先继续和纽世纳上市公司的大代被围 和他们谈谈纽原话题 希望可以让你们知道纽世纳现时的状况 与我们经常有炒卖的纽原有点关系 亦与股市有少许关系 不过是纽世纳股市 有个无间道说的 King Salmon 三文鱼出口和内销公司 不仅是三文鱼 很多海产都有 名字是King Salmon 因为它以三文鱼为最自豪的产品 若你们在香港买三文鱼 是纽世纳的 都认不住这个自豪 King Salmon 是大公司 信得过 纽世纳到现在 不像其他国家 是受到污染的一种海产 其他一种叫做bluff oysters 是一种生蚝 在那个地方叫bluff 开的 其实几十年来都没有受到污染 到现在 非常好吃 我记得我初去纽世纳 跟我做事的那群 午餐是自己 放入污染 当然有些是即时买一条大条的硬的肉 就吃了 里面有火腿 什么都齐了 但我吃不了 因为我试过一咬下去 已经咬到上膜都变了 实际上太硬了 但当时真是折夺 看到他们将那些 省蚝是结面包吃的 但现在已经贵到飞起 当时是非常便宜的 Anyway 海产是纽西兰很有名的事物 当然香港人说 它的鱼都不是游泳 如果你只喜欢吃游泳鱼那种新鲜 当然是全世界都没得比 老实说 Anyway 讲开了 话说这家Kingserman的CEO 问我怎样可以参与外汇市场 是不是跟一些 汇市平台公司开个户口就可以了 我不是经纪 不好意思 所以我不需要 去争取客户 所以我对他们说的 亦非常坦誠 亦在这里和你们 将坦誠 分享给你们 OK 第一 如果开外汇平台公司 一定要查清楚 那家平台公司的背景 如果是上市公司 比较好 就算不上市 亦要做了历史 亦一直没什么出事 一直没什么上榜 我们什么叫上榜 上当地的证监榜 通道也有证监 香港大家都知道 有SFC 但你们要记住 香港的外汇 如果在银行做DNA 是不需要拿牌的 因为是受金管局管 但如果你是平台公司 或其他公司想开外汇 就一定要跟证监 SFC 拿外汇牌才行 公司也要拿 经纪也要拿 什么都要拿 英国有FSA 纽西兰也有FMA 新加坡有MSA 全是A A即是Authority 除了这样解释外 我亦都说 汇市看来好像赚钱很容易 这是他说的 看见你们赚钱 看见那些平台卖的告白 价格又快又窄 非常吸引 我马上涂了一盘冷水 我跟他很认真地说 我做过银行 又做过几间平台公司 在香港的时候 我特意做平台公司 希望学习他们的内部东西 因为我是由盘房开始做 我曾经跟KVB昆仑 开过盘房 一回香港 亦都做过外资平台公司 非常之大 现在执行了 叫做MFGlobal 不怕说秘密 你们听着 这个秘密 我说出来可能会有多很多僵尸 和被同行骂 这句话秘密 根据零售外汇平台公司的精密统计 大家都知道 有一门 学术统计学statistics 所有印疏公司计算出来的premium 你们要付 什么年纪要付什么 什么年纪要付什么 都是用精密的计算算出来 才charge你的premium 例如在纽西亚25岁以下 买汽车保险 贵了一倍 因为精密统计是 因为那类人失事和有事的频率 比其他年纪多 所以要charge这个年纪的人的 现缩费 比较贵 根据这些平台公司的精密计算 零售客户 我只是说零售客户 不是说银行 不是说份佬 不是说其他 是零售 普来拜中 开个户口就去炒 这些是大户 大户一样是这样 零售客户 Retail Crime 输了九成半 还加两个字 又多 输了九成半 如果我是经纪 我是在赌自己的米 我虽然不是经纪 但这句话 分分分钟都赌了别人的米 我都不好意思 但这句是 坦白的说话 亦是真事来 我不怕说 如果你觉得不对 你觉得我损害了别人的生意 你可以告我 所以形成很多 这些平台公司 有些 不是全部 是同客对赌 或者有些 是拿部分本出来 同客对赌 因为你都输了九成多 我为何不仇 对不对 对不对 零售客输硬 是有统计学走出来的 有个地产佬 是Bailish 这里最大的 你都去查一下 他说 谁赢 为何我们会输 为何要输硬 我经常看一些时事 经常留意汇率 没可能我会输硬 我说不是输硬 我很困扯 我说 你们输 不是因为你们差 而是你们 不专注 因为 会市交易 一定要全日全神专注 还要经年累月 有没有其他工作 可以基盘着你 那你才可以赢钱的机会 是大一点 都是大一点 因为 我慢慢都会在这里讲 会市 是需要些 什么的 性格 心态 元素 和怎样去做 我亦都会告诉你 听我由朝到晚的历程 给你们看 我记得有一次 去大溪地 去10天 那里 几乎连WiFi都没有 根本在海洋 那些盲屋伸到出海滩 吃早餐也有些艇 洗过来 给早餐吃 怎样可以看得到事 不可能 连续10天是看不到事 真是 当时 周身不安乐 日日连报纸也几乎没得看 所以 但有时要完全 recharge 这些是最好的 我说的是 大部分人 我不敢说100分之100 有些人像我 只是专专做这件事 日理万机 尤其是这班围着我这班大袋 工作亦非常繁忙 很多要兼顾 就算回家 亦要跟小孩玩 方家又要陪老婆、子女去hapby 有空又要出海自己去混洞 钓鱼 做一样、做一样、做一样 尤其是流失能 人的风土 人情 就是这样 打开大场篮球 差不多全家出洞 最近已经是 对英国的Lion 全家爆满 去看 觉得非常自豪 每个人自拍 拍完之后就走上Facebook 根本无可能可以专注 汇市交易 好像有些人的想法 有空就做一手 当是萧嫌 当是赌场玩两手 不是 钱多 什么都可以 汇市一日24小时 星期日早上6点 纽西兰时间 一直到星期六早上美国收市 不停变动 稍有疏忽就输钱 而且世界有很多发生事故 世界上每一样芝麻绿豆的事发生 甚至大件事 对汇市也有影响 你说 你怎么办 就算你稍有会市的知识 技术性分析 比何宝更厉害 这是真的 我很差 但控制不了的是心魔 心魔有很多种 一时间 例如你很困境 澳洲一定升 不可能跌 意志坚定 不得了 可以做李嘉诚 意志坚定 但做会市 不可以 你一定要相反地 要转态 要执山 我记得有一个客人 跟我说他长澳洲长到 经年类月 到现在都没有cut 差不多 格高到一之上 我都不太记得 吓死人 好像耶伦 位高权重 若他是 大机构总裁 说了的东西 改口 一定对形象有关 但几乎凯恩斯 我们用这名字 去达 那班大代 听过Join Main Kainers 我们中文译了凯恩斯 他说 When market factors change I change 即当市场的因素改变 我就要改 金融市场就是这样 不可以意志坚定 不可以说死口不改 今周好戏连长 特朗普的废除 Obamakind 因为一条废材 John McCain的军佬 反对 一票 就过不了 听说他现在有很多板斧 今天不够时间说 看来今周一定仍然会影响到美金 今周五又是非聋就业数字 上次是3条2 很容易记 3条D 傻大D就懂 222.0.0 今次估计是18万3 市场会专注着 每个时薪 上次受到失望的0.2 今次希望是0.3 但最重要是听他接下来说什么 今周二澳洲银行 意识 即今天收到这个节目时 看来不会变 但市场会金睁火眼看着 说什么 会否说关于澳元 现在这麽高 会怎样 这是少少讯号 很重要 今天亦有中国的Kaisin PMI 看看中国的经济会怎样 虽然我不认为 人民币的汇价是与中国经济有很大关系 是有 不大 但也要看 这个经济数据 亦会看着6.7250 不久之前给你们这个位置 来到这里要小心 看会不会再强 因为持有这么多人民币 分分钟要吃虎 还有欧洲有很多PMI和通胀指标 还有金仔的洲际火箭 现在唱到会去到美国每一个州 我告诉你 这不是他说的 这是美国说的 你们明白背后是什麽意思 如果我要动你 我一定要说到你的威胁是非常之大 好像以前侯蔡恩一样 所以各位小心 另外方面 在这个会市 突然间瑞士法郎起风云 瑞士法郎每隔一年出来整祸结 被市场叹 令到很多平台公司会倒闭 这个我会看看明天 如果没有更加重要的消息 我会在明天详细和你们分析 这个瑞士法郎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 有请跟大家说